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字在那年是 这两个字更像是一种警醒 那玫瑰可能更像是一种 自我内心认定的一种标准和态度 那么这种反讽 加上一种准确 其实是有点警醒 那我们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那一年代是这么一个 大概的吧 但是用了比较调侃的 一个二方玫瑰的名字 对对对 最近看了梁龙老师那个 《仙儿》的舞台 就能不能教一下我里面精髓 我听过一句我比较记忆很深刻的话就是 可以我们的表现力没有那么的完整 但态度上一定要从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摇登舞台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先不要把作品 表达到什么程度去作为一个标准 但是态度一定要很从容 就是你哥就是有时候那个动作吧 他们觉得我特别多余 但是也算是一个小标志了吧 就是比如说仙儿 东边不亮 西边亮啊 塞尽彩阳 我山忧伤 有点尴尬了 有点尴尬了 就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的 怎么就算了 东边不亮 西边亮啊 塞尽彩阳 我山忧伤 都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一个八卦太极的感觉 对对对对 我们本期的是音乐主题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进入听歌试剧环节 我们都跟小宋 根据给出的音乐片 进行强大猜个名 完了 小宋多个难点 潇洒走一回 这个你要能猜出来的话 我确实我都觉得我这个 前半生的精力都白了 第二首 无敌自荣 对 这个 这是我那领域的假装 假装 这好出品 太最快了 天哪 对 再给你最后两秒钟机会 一秒 太多重了 对 也是对小宋来讲有点老的 这个找的叫蓝莲花 虚微的 对很精点 蓝莲花 对对 山手 这个有惭愧 这个才惭愧 这个才惭愧 馅嘛 对馅 后来 你看 这个 对 他这个其实对他 对你来讲也有点 算比较早期的 对对我们也比较早期的 对 有些够出的时候 我还没出现 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嘉宾 龙哥的有点甜 不是 是那个龙哥 对龙龙的那个 有点甜 对 最后一个 对 握手言和吧 哈哈哈 我说前两个 你说后这个千年 等一回 OK 哈哈哈 对 恭喜挑战成功 新闻新的剧场 王牌少年家在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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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